松晨浩国际有些公司18号 见证了一批来自花莲小农的巴勒和凤梨 给花莲市清洁队感谢他们防疫辛劳之外 也希望可以借由征受水果的举动提醒队员 在大热天的时候还要多补充水分以及维他命C 松晨浩董事长廖美燕协同公司的原道清洁队 赠送巴勒和凤梨 廖美燕表示照顾小农也关心清洁队员 是松晨浩的一点心意 因为我们要给在地的果农 有种巴勒的有种凤梨的 就是把这些产品奉献给我们的清洁队辛苦人员 我们好像持续都这么做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们最辛苦了 市长温嘉贤特别致政感谢壮 感谢松晨浩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捐赠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松晨浩 特别来关心我们所有清洁队的队员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天气真的非常炎热 那清洁队的工作仍然持续在进行 那也看到我们松晨浩特别买了一些花莲在地小农的农特产品 有巴勒还有我们凤梨 给我们清洁队员来做一个犒赏 也希望他们在炎炎的夏日里面能够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队员在外来做一些工作的时候都能够补充一些维他命之外 也多补充水分 那也希望大家也给我们队员多一些鼓励跟打气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针对我们队员的一个健康也会持续做一些健康检查 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都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健康 再次的感谢松晨浩国际有限公司 那在支持小农之外也关心到我们队员 也关心到各个社会上的一个角落 县员魏佳业特别到场对松晨浩照顾小农的贴心给予高度肯定 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松晨浩廖美燕董事长 魏东敏董事长 今天也捐了芭蜡跟各式各样的水果 那我们知道夏天非常的炎热 那清洁队在不管是任何在暑假任何工作 都流了非常多的汗 那今天松晨浩捐了一大批的水果 给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 那我们可以看到桌上的芭蜡 那不只是养颜美容 还是减肥的盛品 然后更能补充营养 那也非常感谢松晨浩长期以来 对清洁队的支持跟帮忙 清洁队长吴庆展感谢企业支持 他表示每一颗水果都是企业的爱心与关怀 相信队员们在品尝健康营养的水果之后 能够有更充足能量 完成每一项艰困的任务 介络会幻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